西洋情人节快到了 其实全年度跟情人节相关有好多个 有西洋情人节 有白色情人节 有520 我爱你 也有传统情人节 那就是农历七夕 那事实上这个情人节产业 事实上对于 不仅是对于小两口很重要 但事实上我们也希望说 台南既然是叶石涛 这个老师笔下的适合恋爱的地方 我们就要营造出许许多多适合恋爱的 景点路线还有产品 那我们很希望说在2月14日的时候 有人来登记结婚 凡是在2月14日登记结婚 或是白色情人节 或者是520 或者是七夕情人节 登记结婚的时候 我们都有好礼 那但是登记结婚之前 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恋爱长跑 譬如说要告白 那告白我们也将会提供市府的大型看板 来帮你告白 所以说待会儿你走过市政府的这个看板 LED看板的时候 突然发现小明 什么小玉 或阿花 我爱你 这也不用太惊讶 那就是我们帮你促成结婚的好礼 事实上 美景好善好水很多 但是适合情人专属 情人限定的路线更多 那希望说大家一起有个快乐的情人节 度过和家欢乐 这个小两口欢乐 或是这个男女情侣欢乐的情人节 感谢观看 杜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